上周六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确定总统参选人驻下朱上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天启动了选战会议 最快今天礼拜一要展开竞选活动 原本星期二的市政会议也改到今天来举行 同时将会正式的宣布是否请假代职参选 在加油声中才刚卸下国民党总统参选身份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照旧举行国民广场请听民众的心声 洪秀柱存不存在没有多大了不起 但是我们社会的这股清明的力量要存在对不对 这是开始不是结束 林全会确定驻下朱上隔天朱立伦随即启动选战会议 盘点现有资源重整步调 未来将展开入空全面作战 外传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将兼任竞选总干事 主委由立法院长王金平出任操盘选战 王金平会不会去任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党中央目前没有证实 而身兼新北市长的朱立伦最快周一展开竞选活动 外界猜测最有可能请假代职参选 民进党市议员一次排开 抗议朱立伦才说过要做好做满 不会参选2016 现在根本是违背承诺要求立刻辞去新北市长 请假不是请假三天五天 请假是请假三个月八十天三个月 对市政的影响有多大 你现在抛下你就去选你的总统 你这样子对得起所有的新北市市民吗 请朱立伦如果你无心理市政立刻辞职 朱立伦要请假带着参选 还是请次参选还没有定案 而原来都在周二举行的市政会议 下周将调整到周一 预计十九号周一当天将会宣布 是否代职参选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当天 也将前往新北市政府 要求朱立伦辞掉新北市长 这种离职陈伯玉台北报道